好 再来看到很多的球迷都在等待的 道琪队到台湾来办三场的热身赛 虽然因为场地跟比赛都受限制 美国职棒大联盟不像NBA一样 中场都有拉拉队辣妹的表演 但是这一次道琪所举办的表演赛 第一场也请来了北体拉拉队来开场 跟去年来台湾的NBA金块女郎拉拉队比起来 虽然风格不一样 但是都能够朝热现场的气氛 抛肩 转身 空中劈腿 高难度动作一个这一个几乎没有空的 同学练习了一遍又一遍 教练们不断沟通修改动作 加紧练习因为他们可是要担任 道琪开幕表演的拉拉队 可不能在拉拉队运动大国 美国道琪队前面楼器 就是他希望我们可以在位置的部分再拉开一点 因为我们的动作比较集中 那如果场地这么大没有拉开位置的话 可能拍起来或者是表演的效果就不会这么好 那其他部分他都觉得我们表演的还OK 就是有展现到活力的那一面 拉拉队表演美国很流行 拉拉队女郎热舞动作力道十足 走的是性感大美风 不过咱们北体的拉拉队也不是盖的 青春洋溢走亲切路线 就觉得他们做事真的很谨慎 然后也希望也因为这样让我们会觉得更紧张 在这场表演上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准备都还蛮充足的 所以不会害怕 以最大的热情和最开朗的微笑 北体拉拉队要替中华职棒明星队加油 欢迎道琪队来挑战 中天新闻黄宝彤 杨英家静云台北采访报道